大電鍋冒著熱氣 一勺白飯鋪底 老滷鍋中咬起一勺醬汁 這碗滷肉飯價格20元 下午費用餐高峰 也有老顧客上門 只不過這個從小吃到大 就差不多是這樣 吃不夠在叫就好了 從這角度看 肉燥飯似乎只有一半 難怪顧客說吃不夠在叫 也有顧客上門消費 剛上桌的滷肉飯 怎麼只有四分滿 網友開玩笑說男生兩口 女生三口就沒了 還有人說即便吃兩碗 感覺也不會比其他間 四十元還要多 因為我沒有像人家 用小小的碗 可以裝到怎樣 少一口兩口應該也會有 有時候你可以問客人說 那你覺得太少 你可以多叫一碗 並非第一次有顧客反映 份量少 但物價飛漲店家無奈 只能用減量不加價因應 這家店位在嘉義市區 超過四十年歷史 主打便宜高CP值 也有民眾把店家和附近五分鐘路程的 銅板架滷肉飯做比較 其實碗的深淺大小就有差 才會一個看起來只有六分滿 一個接近九分滿 不過其他餐點還是會受價格波動調整 過去排骨便當才六十元 去年就調整為七十五元了 但招牌十元滷肉飯堅持不變 就是要吸引學生和小資族 透過口耳相傳達到 果粒多銷的目標 TVBS新聞機間亨 嘉義報導